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插入表格 选择单元格最像 设计表格属性 单元格属性 表格的行和列 拆分与合并单元格 线套表格 表格的合适化 下面 我们来学习插入表格 在文档窗口中 将光标放在需要创建表格的位置 我现在选择的是这里 按机常用创建栏中表格的按钮 传出表格这块框 取定表格的属性后 在文档窗口中设置表格 行数 表示文档窗口中用来设置表格的行数 列数 表示文档窗用来设置表格的列数 角格宽度 文档窗用来设置表格的宽度 可以填入顺值 请节级后 在大挖列表框用来设置宽度的单位 像素和百分比 我们应该采用像素 因为当宽度的单位选择百分比时 表格的宽度会随浏览器中和的大小而改变 单元格边距文档用来设置单元格内部空白的大小 单元格间距文档用来设置单元格与单元格之间的距离 冰档窗户系用来设置表格的冰档窗户 变眉 定义变眉样式 可以在四样式中选择一种 标题 定义表格的标题 对齐标题 定义表格的对齐方式 加要 可以在这里对表格进行注视 下面我都把它填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选择10 我选择10 公元公元编剧 我选择3 先去3 标题 表格 干要 表格 按击确定 表格就变成 大家请问 这个是我们设置的表格 下面我们来选择单元格对象 对于表格 行 列 单元格 属性的设置 是以选择这些对象为前提的 选择整个表格的方法 去把鼠标 放到表格标语标准备处 当出现这样的 解释 10 我们按击 就可以选择整个表格 或者我们在状况上找到Table 这个标签的时候 记录是要再开头 双击它就可以也可以选中整个角格了 如果你想选中某一个单元格 我们可以按住宽測键 鼠标在要需要选中单元格中单击即可 或者我们可以选中状态栏中的适地标签 两双击也可以选中某一个单元格 如果你要连续选中单元格 按住鼠标左键从一个单元格的左上方开始 向路上方或者是你需要的方向 连续拖动即可选中 下面我们来设置表格属性 选中你的表格后 可以通过属性面板 更改表格属性 填充文本框 用来设置单元格的边距 边距文本框用来设置单元格间距 对击下来的颗表 用来设置表格的对齐方式 有默认左对齐 机中对齐和右对齐 针矿文本框用来设置表格对齐的宽度 背景颜色 文本框用来设置表格的背景颜色 针矿颜色用来设置表格的针矿颜色 只要点开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喜欢颜色来设置我们的表格 背景形象 整本框表示表格背景形象的路径 可以给表格增加背景形象 例如 浏览文件 我们可以选择所在文件夹中的那个图片 单击确定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图像已经插入到这个表格中来了 把光标移动到网络单元格内 可以利用单元格属性面板 对这个单元格的属性进行设置 水平的门框用来设置单元格内元素的水平的方式 左对齐 中对齐 错对齐 垂直的门框用来设置单元格内的垂直的采访方式 默认 底章 居中 底部 和 天线对齐 宽 高的门框用来设置单元格的宽队 高度 和高度 图框行 选框 选择的是单元格成为标题的单元格 单元格内的文字自动以标题格式显示出来 背景的门框用来设置表格的背景形象 背景颜色的门框用来设置表格边框的背景颜色 在表格的行和列选中要插入的行或列的单元格 单元数到右键 在表格中我们可以选择插入行插入列或行的命令 如果选择了插入行命令 在表格的上方就会插入了一个固埋行 如果我们选择插入列命令 就在我们的表格左侧插入了一列固埋列 如果选择了插入行或列的命令 就为谈定一句话框 我们可以自己的设置 如果我们要删除行或者是列 我们应就单击数到右键 表格 删除行 删除列 即可 如果我们想拆分或者是合命单元格 将光标放在在拆分单元格内 单击鼠标上方的拆分 拆分 拆分对话框 设置需要设计的拆分行数即可 看 这就是我们拆分之后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学习信号表格 表格之中含有表格 比如信号表格 网页的排版有时会很够杂 在外部需要一个表格 来控制总体地区 如果内部排版的区别 也通过总表格来实现 容易引起 窗 高 行 列等冲突 所以表格的制作带来困难 其次 浏览器在写信网页的时候 是将整个网页的结构 下载完毕之后才显示表格 如果不使用表格 表格要非常复杂 浏览者要等待很长时间 才能看到表格内容 比如信号表格 由总表格负责整体排版 由信号表格 负责各个主权目的排版 并插入到总表格的三任类子中 各式器具 会不充分 另外 通过信号表格 利用表格的摄影词像 编矿 单原格编剧和单原格编剧等属性 可以得到漂亮的编矿效果 制作出精美的音化编曲网页 了解了一定理论基础 现在我们将真正的学习如何嵌套表格 创建嵌套表格的操作方法 首先插入总表格 然后跟光标至于要插入片套表格的地方 继续插入表格即可 首先我们将光标放置在文档窗口 到插入表格的位置 单击常用插入蓝的表格 首先我们将插入总档格 所以设为一行一列 角格宽度500 相互 既不是相互 而不是百分比 单击确定 接着我们将高设为100 百分比 为了更方便观察几个表格的嵌套 所以我将背景颜色设置为 这颜色 看击我们的总表格 接着我们再插一个表格 依旧是一行名列 但随时我们将宽度设为100% 其他不变 接着将钢也设为100% 我们换一个背景颜色方便区分 方便理解 接着我们将光标放入这个第二个表格中 再次插入表格三 一就是一行一列 宽度我们设为100% 就是我们的单元格边距 单元格边距将会有所改变 根换我们设为10 根据可以设为8 根据8 单据确定就可以 之后我们将钢也设为100% 在里面设 在里面色 好了 线套表格就生成了 这就是我们的线套表格 有一个总表格 中间有一个第二表格 第三表格中 我们可以评成标题 这样美观又实动 现在我们学习表格的格式化 做好的表格 可以使用Dreamdivore提供的运售外观 可以提高制作效率 保持表格外观的同性性 同时 样式提供的色彩搭配 也比较美观 现在我们首先 先插入一个五行列队的表格 行数五列数六 表格控制500像素 边框分析 边距 边距 我们都设为0 单据确定即可 现在我们将高设为300像素 选中我们的表格 在命令中 倒数第三行 单据格式化表格 弹出格式化表格这块框 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类型样式 跟我们选择 在这里选择一个你需要的样式 单据确定即可 同时我们还可以更换颜色 第一行 最左列 文字样式 文字颜色 表格边框 我们都可以改变 单据确定 看 一个非常美观的表格 就设置完成了 通过前面三课的学习 相信 你已经能制作出 一个简单的网页了 很有成就感大 不过 一个优秀的网站 应该不仅仅 只是由文字和图片组成 而是动态的 多媒体 为了增强网页的表现力 丰富文档的显示效果 我们可以向其加入 Flash动画 加上小程序 音频播放插件 等多媒体内容 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将学到 充电Flash动画 插入声音 嵌入音乐 就这样 让我们用我们的耐心 审美 技术 去迎接 后面的挑战 让我们用更多的热情 来学习 网页设计这门课程 谢谢大家 本节课节